大家好 今天是2月6号 星期一 今天周董特别的在这个关键天告诉大家 我说现在能够帮到你的只有你自己 也就是这一段时间 哪怕你看我一年的节目 看我两年的节目 看我三年的节目 甚至说我们短一点好了 从去年十月底一路看我的影片 到今天的你都知道 台湾这个地方真的有一位分析师 每一天都坐到对的那一边 什么叫对的那一边 你要记得周董跟其他的台湾人不太一样 我不喜欢老是坐多 为什么老是坐多我不喜欢 因为我深刻的体验到 没有永远的晴天 当然了 也没有永远的阴天 那你何必去预料到每一次都是多头 我说你就不是白想了吗 你每一次都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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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知不知道你习惯做多 外资很清楚你习惯做多 所以都引诱你 引诱你 做多过后他往下杀 了解吗 那你一定会说那到最后我不管百一年 百两年 百三年 百四年 他还是会回本啊 没有错你讲对了 可是你要知道啊 这个全世界是在讲究投资报酬率的 五年回到原点 短短三个月就好 什么叫短短三个月 从去年十月底开始看 你开始看我节目 怎么有一位分析师呢 说以十日线为一归上多下空 觉得很不相信 很不相信 不相信到了几点 这时候呢你可以发现 他讲的对 为什么 10月31号站上了十日线 他说他做多了 然后呢接下来礼拜一礼拜三 他说呢 他的call已经获利了结了 大概赚十倍 那期货呢 他说呢还会震荡两天 可是呢在十日线之上还是要做多 果然震荡两天 果然震荡两天呢 开始呢他做多了以后 这是礼拜四礼拜五嘛 礼拜一礼拜三 果然呢 每一个礼拜就只有一个方向 只有一个方向还不打紧 他的行情啊 大到吓死人 了解吗 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三 哎 周董又说对了 他怎么做的方向老是赚钱 然后呢一路呢来到了15152 周董说呢 这时候呢在十日线之上 可是可是 在关键价之下要做空 果然呢 果然怎样 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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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吗 果然一路跌不停啊 跌不停到最后呢 一路呢来到了1月5号 他说要做多 要做多过后呢 很多人不相信 想说呢 14500有压力 14900有压力 14900有压力 15000有压力 周董说都没有压力 压力在你心里 不在周董这里 然后呢 来到给你15500点的关键价 了解吗 好 好 来到这个关键价呢 周董讲过 我说呢 十日线呢 已经呢 让你体验那可怕了吧 站上十日线 全力做多 跌破十日线 全力做空 全部都赚 这叫永远做对边 可是呢 站上过后要回头的那一刻 你没有依据对不对 周董呢 竟然把关键价亮出来了 15152 果然崩跌 崩跌 直接跌破14000 14000站上十日线呢 果然暴涨 暴涨 暴涨到15500点 好 现在15500点咯 杠在这里 有没有很清楚 还不够清楚吗 周董告诉大家 他清楚的就像你知道 及格的分数一样 你告诉我 台湾的考试几分叫及格 几分叫及格 你都会嘛 对不对 60分 60分 那我问你 59分 59分 及格还不及格 你一定会说不及格 对不对 你从来不会怀疑 了解吗 可是重点来了 跌破了15500点 我叫他不及格 你说呢 还好吧 知道我的意思吗 不及格跟及格 就是一个点位而已 那你会问 谁评断60分叫做及格 周董告诉大家 这个评断一定是老师的评断 了解吗 要50分的话 那相对呢 不好看嘛 学习了这么久 才拿一半的分数 了解吗 所以呢 给大家呢 能够激励一点 可是呢 又不为难大家 就是60分 66大顺 60分 对不对 你连60分都拿不到 不好吧 你把这些时间都白费了 老师苦口薄心的交给你 你都把他浪费掉了 那一样的道理啊 大盘15500点 关键价吧 你站上 你就及格 就是 自由升 你跌破了以后呢 那你试试看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呢 周董讲的 都是台湾股市的不传之秘 所以呢 记得 如果呢 你呢 现在呢 每一天 都想要跟紧周董的话呢 周董有一个新节目 News98 每一天晚上的7点半 FM98.1 记得收听 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有 了解吗 都有 那相对的哦 周董的想法跟做法呢 竟然呢 可以把台湾股市稳定的赚钱 这一路上你看了三个月了 你赚了三个月 你从来没有做错个方向 因为我都告诉你 我的方向在哪里 你要严格检验哦 记得哦 现在这个时代 叫做网络的时代 网络的时代很简单 我讲的 明天必须实现 明天讲的 后天必须实现 绝对不会忘记 为什么不会忘记 YouTuber可以重看一遍 重看一遍 重看三十六万遍也可以啊 了解吗 重看三十六万遍啊 因为呢 周董永远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我每一支影片 我都是告诉你 我的方向 没有那个魔能两可了 了解吗 我告诉你我做多 我就是做多 我告诉你我做空 我就是做空 而且呢 多空的法则 关键价 开盘价 施线 全部的交在你的手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盘 今天的盘 叫送分体 来看 什么叫做送分体 很简单吧 今天呢 开盘价 你要记得 开盘价呢 谁都不知道 连神仙都不知道 那开出来了 二月台子期开盘价 今天八点四十五分之 一五五零四 开低嘛 对不对 开低很多人呢 有一个心态 有一个心态 很严重的心态 开低 就不敢空 开低 就不敢空 那更严重的心态是什么 拉高 也不敢空 拉高过后 杀低 逢低做多 我告诉你 外资就是呢 抓到你这个最软烂的三大心态 杀低 不敢空 他就去去跌 拉高 不敢空 他知道 所以他就让他下来 下来你会接多 他也知道 他再让他下去 这三大软烂的一个行为 希望你不要有 了解吗 来来看 然后呢 开低过后呢 周董就看出来了 看出来什么 有没有先扎实的往下跌一段 有吧 有吧 有先扎实的往下跌一段 可是呢 往下跌一段呢 他没有破15441哦 他没有破哦 你要记得哦 夜盘呢 重点在高跟低 高是610 低是441 了解吗 他杀这一段呢 的确呢 杀的很强烈 可是呢 没有破441 很简单 没有破呢 必反弹 周董呢 就等他反弹 等他反弹 反弹到15480左右 最高空到486 空到486 这边呢 蓝色圈圈放空 然后呢 一路狂跌下去 在这边呢 把它补掉 赚了70点左右 了解吗 好 今天是不是送分题 开盘架之下 那就做空吧 上多下空 不得有误 然后呢 再加上破切线 什么叫切线 每一根红K底下呢 都有一个低点 低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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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破 也可以空 所以呢 不管是破 还是呢 拉起来 我都在这个范围空 了解吗 才可以大转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周董的世界 是追求真理的 我做多 我做空 我都告诉你 我说呢 我一定有道理 不是说呢 我今天想要做多 我就做多 不是说呢 我今天想要放空 我就放空啊 不是说呢 今天我们做到了什么绩效 就突然间拿出来 一大堆 一大堆 那也不告诉你为什么 周董呢 告诉你 我把我的道理讲在前面 实现 我把我的道理讲在前面 关键价 我把我的道理讲在前面 开盘价 够清楚了吧 够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数学 什么叫做数学 数学呢 不是你说的算 我说的算 数学呢 是大家来算 三岁小孩来算 八十岁老人来算 都一样的答案 了解吗 所以这辈子呢 周董为什么这么崇拜数学 当然简单 数学说一不二 其他的科学呢 其他的科学呢 有的没有经过验证 那国文跟英文更不用讲 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数学就是真理 了解吗 所以呢 如果呢我讲的是真理的话 两天的时间就有三十六万的点阅率 好 听到这里 你呢终于发现有一个人 可以把台湾股市的未来 全部规划的好好的 都让你知道呢 该怎么动该怎么做该怎么赚 麻烦你按赞订阅加分享 把周董的讯息传播出去 因为呢全台湾最需要周董的讯息 你想想看 一万八千点啊 去年一月二月的影片 一万八千点我在影片讲 我说呢这是关键价 当跌破的时候 你千万记得 所有的股票都要做防守 你买的高你买的低没有关系 记得 破了你买进的成本价 就是出就是出就是出 有没有救到你 一路崩跌到一二六二九 了解吗 崩跌了将近六千点 只有一个人救到你 麻烦去看我的影片 去年一月二月的影片 就是一个观念 你可以看到救了多少人 所以呢周董的思路就是台湾股市 能够稳定获胜的一个道路 而且呢我讲了我们的币赚 一定要有一个道理 不是呢说呢我们把道理藏起来 不告诉大家 然后呢每一天都说转 每一天都说转 每一天都说转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直接告诉你 十字线 我们直接告诉你 开盘价 我们直接告诉你 关键价 了解吗 太清楚了 太清楚太明白了 所以永远都会做对 就是这个道理 原来周董呢 他的十字线 他的开盘价 他的关键价 就是台湾股市必胜的道理 永远做对边 终于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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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月底 你还在怀疑的 今天全部都相信 看了三个月了嘛 每一天都对 每一天都对 对到什么 对到无以复加 十字线 有没有看到 十字线之上 我想记得 没有人像周董这样 一万五千五百点之上 还要每天过高 我告诉大家 如果我这一辈子 有去教书的话 可能学生都很惨 为什么讲学生都很惨 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严格的老师 有没有 给你一个标准 你还要每天过 给你一个标准 你还要每天过 学生受得了吗 我告诉大家 过去的学生可能受得了 现在的学生受不了 了解吗 每一天都要比今天更好 明天比今天更好 大后天比明天更好 就这样 否则呢 周董就是看不起你 了解吗 就是看不起你 所以这样的科学依据 难怪让周董一路转 来看 所以上礼拜我已经看出端倪了 你有没有看到 上礼拜我看出端倪了 我认为往下走的风险变大了 因为期货已经出现了一高两高了 期货出现两高过后 往下跌的时候 我买进了15500点的PUT 那为什么买这个PUT 因为它是关键价 有没有 关键价15500 所以如果跌破过后 它会有猛烈下跌的那一段 猛烈下跌的那一段 那猛烈下跌的那一段 今天记得 这是上礼拜五做的 上礼拜五做的 有看到 从51做到80 接着上礼拜五做的 上礼拜五做的 从49做到12 一样的道理 这是今天做的 今天做了 从85做到12 那为什么要做三趟同一个标的 答案很简单 周董是这样 盘不会一下子就崩盘 了解吗 可是重点 他跌势开始的时候 他会跌一段 弹一段 跌一段 弹一段 跌一段 弹一段 周董告诉你 你要做空的人 你要去适应 这个盘就是如此 很多人很会妄想 周董告诉大家 他怎么妄想 来看 我说 其实台湾股市做多做空 都有利润 可是如果你妄想的话 真的会很惨 什么叫妄想 做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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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想 从8523点 买一口大台 然后一路抱到18619 那做空的妄想 18619 这个点 18619 一路空到12629 那做多的又妄想 12629 一路做多到今天 不要不好意思 你都这样想 我都知道 你不要讨 你不要讨 你都这样想 那你一定会想说 怎么周董知道 答案很简单嘛 周董也年轻过 我也这样想过 了解吗 可是我想过后 我去用科学方法去分析 去研究 答案是什么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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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会 这个想法趋近于零 了解吗 所以呢 我就打破了这个想法 我终于知道 奇货跟选择权 没有波段 只有波动 没有波段 只有波动 了解吗 只有波动 答案就在这里 我今天解密好了 这边 8523点 如果你all in 想做多的话 外资知道 所以会跌更深 因为你在这边 你一定全部卖掉了 那外资收到你的筹码 所以才会涨 所以才会涨 这一路呢 你都没有把筹码补回来 所以外资就一路拉 拉到18619 外资知道你很哈 什么叫很哈 你拉回就做多 你买不完 所以他全部倒给你 那为什么知道他可以倒给你 因为倒下来 因为你又拉上去 倒下来你又拉上去 倒下来你又拉上去 那外资说 那我干脆一次全部倒给你 倒给你 那倒到这边呢 相对的 你又没信心了 你多单又倒出来了 那外资怎么知道 因为外资接得很高兴 你一定会问 外资怎么知道 周董告诉你 人家有AI啊 你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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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 你要紧的 你只能跟着周董 所以呢 跟着周董稳定的 把这些专业的道理全部学会 也就是像期货 竟然有人事先就知道今天可以空 事先哦 三年前就知道啊 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关键价 一个开盘价的理论 上多下空不得有误 今天你不可能做错边吧 今天送分题吧 今天最少赚一万四吧 好 那之前呢 还可以赚三万多 了解吗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礼拜三要结算的密码表 周董呢 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呢 这些绩效都是你每天 都知道我做的方向 每一天都跟我赚到的 甚至呢 一个标的可以做四趟 了解吗 还有关键价 关键价呢 我相信你到今天呢 每一个人都在网路问啊 问什么 关键价变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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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这么相信关键价 当然简单 准到不行 准到不行 对不对 比那个及格的60分还要准 你了解吗 所以呢 周董告诉你 你要跟着周董呢 一路把台湾股市 股票 期货选择权 每一天都做对边的话 周董呢 给你这么棒的专案 自己看 停留30秒 来 来停留30秒 一个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的圈 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 六个字 七个字 八个字 九个字 十个字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好 对不对 周董告诉你 直接打电话 02 23219933 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公宁寄付投资 分享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